即将在9月7号 基隆万木山登场的 全国万人建走大会师活动 由基隆市政府与台湾体育总会主办 活动前夕 主办单位邀请产官学各单位进行筹备 全国建走在基隆 因为本来是在花莲县 因为4月3号花莲县地震 他们的洗衣现场一直说 我们可以沿到 7月份在捷径 可是4月23更大 搞了好几间饭店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们跟谢伟廉市长 跟秦春宴跟谢伟廉市长报告 市长马上答应 回来基隆办 因为单单去年 我们在南投办 起初现场说 最少给他们增加3000万的经济下 我们基隆报10台就是 吃 住 包括买纪念品 而且换店餐巾 就将近花了200万 所以说我们一个基隆市 但是既然花卫价 我们22个县市来基隆 我们更可以为基隆带来一些商机 而且我们陆细 我知道基隆很多换店 都已经在满了 希望说我们这个活动能办 不是说市民出来运动健康 而且我们也像三长机车 要配合我们送了6台的机车 还有我们有60台的便租脚踏车 因为我们这次送的纪念很好 希望说我们的 有我们的手电筒 跟我们的吊灯非常合适 我们在停电的时候 或是在车上都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希望所有的市民 大家来运动重大奖 鼓励大家多运动 市议员张浩瀚以行动大力支持 我想全国外人见走 其实过去几年来 有非常多次都在基隆来进行举办 那也吸引到非常多的一个 全台湾的民众 来到基隆来进行观光 那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除了可以让大家 保持身心的一个健康以外 其实也带动整体基隆的一个经济发展 所以在这边也邀请我们 全国的各位国民好朋友们 9月7号如果有空 大家一起到外幕山 来欣赏美丽的海岸风景 市府推广体育活动不遗余力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今年9月的全国见走 那为了因应9月7号活动 我们今天在仁爱国小这边 也邀请各单位 还有我们体育总会这边 来召开一个筹备会 那希望9月7号 全国外人见走活动可以顺利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全国见走活动 希望民众享受健康生活 更要为基隆带来商机 带动地方的经济成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